我们唐朝有一个叫怀朗参师 他去参学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看到他二话不说 就直接考他对内心世界的了解 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的五印身心世界 从什么地方来 怀朗参师说 说是一物己不重 那么六祖大师继续问他 那么还有修正佛 怀朗参师回答 修正即不武 染污即不得 那么六祖大师说 即使染污不得 即是三师诸佛之所互念 那么怀朗参师第一次 答我们这一面信心的时候 他说说是一物己不重 其实这句话已经到处 他中道疗异的无息人法 离言真如 就是当你回归本性的时候 是离言所想 你不能讲话 但是离言所想 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错认消息 也没人知道 所以中道了异无息人法 真实的体性的安住 是没有言所想 是为正方知的 所以六祖大师继续问 他说 那有没有修正呢 有没有可以修正的过程呢 那么他说修正即不武 那么修正即不武 就是讲阴言 的确是可以修正的 你看我们刚开始 烦恼很重 但是烦恼现前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烦恼最怕你回关缓照 因为他没有根 烦恼只是一个 西王的假象 那你只要问他一句话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就晚了 因为你必知了不可得 所以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观照 烦恼真的淡薄了 正念加强 那就是修正 心念透过你的观照 你发现你的心态 每天在改变 思想观念在改变 那这个就是阴言 你的昨天的你 跟今天的你不一样了 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产生的想法 你昨天的想法 跟今天的想法不一样 那这个真的是修正即不武 的确是有他的功德相 但是 让无极不得 回归到那一念本体的时候 那你不管是怎么修正 那个本性的 亲近的本性是 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 你要能够回归到一念心性 你说他是阴言 有他的断恶修正的功德也对 你说他自然 其实不管你断恶修正 还是你的本具的功德的开显 只要你法法消费自信都对 其实阴言跟自然 这个应用是很广 你看那个日本 有一个金银之神 松下信之助 他有一天去参访一个老禅师 日本老禅师 跪在老禅师面前说 请大师开示 管理之道 他本身就是金银之神 禅师在开示的时候 他很少用讲话的 他就拿一个杯子给 这个松下 你帮我把这个杯子拿着 然后就把它倒茶 到了以后 就请他喝下 把这个锤茶喝下去 到了以后 又到了一杯 又请他喝下 又到了第三杯 又请他喝下 这个松下也是悟性很高 他说谢谢禅师 我知道怎么去 我知道怎么管你 因为他杯子本来是空的 无为 到满了以后 就是有为 那你喝下又变成无为 自然就是无所为 因缘当时有所为 那当我们去管一个人到底是要 主动积极 有所为 还是要保持 漠然无所为 这个就是要平衡 我相信做过 指示管理人都知道 我个人也带过人 很多事情你不能管 越管越糟糕 你只有漠然 有些事情是不能处理 越处理越糟糕 让时间让它过去就OK 但是有些事情你不处理不行 不处理更糟糕 那就是考虑一个人 社会到底是要有所为 保持阴言的造作 还是保持一个自然的无为 这个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来说 我们大圣佛法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面对过程 是要强调阴言 要主动积极 你看我们讲 凡事尽心尽力 但是面对结果 我们的态度是保持自然 成败交给业力 所以我们对过程的态度 跟面对结果的心态是不一样 因而阴住 因而调伏其心 其实调伏你的心 就是阴言跟自然 一个是空观 一个假观 这两种而已 没有第三种